100個影響他人的小貼士 倒數第九十五 嚇考你 當你在班房裏面的時候 坐來側面各位同學 當你不認識他 他不認識你 如果在臨放學的時候 你突然問他 可不可以光顧你買些前線抽獎券 那怎樣才可以有效令他賣多些呢 根據Canelo University教授Dennis Reagan 叫你下台前離開班房一會間 幾分鐘後回來拿著兩罐可樂 之後你就跟側面同學說 I asked the instructor If I could get a Coke He said it's okay So I got one for you too 罐可樂可能只是小小幾毫子美金 但就是因為這樣 對方放學的時候 光顧你去買這個慈善抽獎券的機會率 和金額都大幅平均性兩倍 等於罐可樂的回報可能是幾十倍 為甚麼 因為只要你無條件幫過他 他就覺得好像欠了你 就是這樣 人好奇怪喔 就是不喜歡欠人 喜歡跟你是平等的 甚至乎好過你 因此當你買了罐可樂給他之後 在那一刻他就盡量想 Get even with you 和你對等 也在這一刻 問他可否幫你買前線抽獎券 他就特別願意幫你買多些 因為這些叫做law of reciprocity 不違法則 你幫過他 他就自然很想幫你 但如果當初你沒有幫他買罐可樂的話 他就很容易說law 因為他都覺得沒有欠過你 做生意都是一樣 儘量無條件地給人客 例如免費私食 進來那一刻 免費送玫瑰花給他 或者肺炎疫情的時候 免費送口罩 人客覺得欠了你的話 就自然會幫襯你多些 包括在內 經常進入不同的店鋪 人們一認得我 很可能便會免費送些東西給我 但我一知道他免費送東西給我 那一刻我就知道 糟了糟了 又要光顧他買幾百元 否則不太好意思 計算數 送東西給我那間店鋪 一個回報 短短短幾十倍 小財不出 大財不逸 好處給人客 相信我 長遠你會帶多些